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谢谢余牧师 给我这个满点的机会 能够能够来到乡伯木 培训中心 还跟各位同工来见面 正如刚才余牧师所说的 我们认识很多年 其实呢 他所讲的是刚刚是我要对他讲的 封闻有他 后来就遇见他这样子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说神是实在是重用余牧师 余老师 跟他的教会 跟他这个培训中心 我说的不是客气的话 我是亲眼看见 亲身感受得到神用余牧师这个事工 在这个时代当中为神的国来去塑造 来去建立 来去造就很多神的仆人与工人 我是为他的工作来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我也是为了这个 我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大会的成功 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背后呢 在科技上面呢 在联系上面呢 在准备方面呢 都下了很多的这个功夫 用了很多的精力时间 若不是你们这种的努力 这种的摆上 无私的摆上 我们今天不可能有今天那个聚会 那我看一看这个的出席人数都已经有差不多八百多人 那个八百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 能够一同学习是何等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真是为了你们的同工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感恩 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 不是说我自己都很有操练 所以呢 我选这个题目 其实是刚刚相反 我就觉得我在祷告上面呢 就是操练的不够多 不够好 常觉得在神的面前有很大的亏欠 我不知道说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 我教掌的时候 那么神问我的 林祥元 你一辈子信主之后 你做了很多事情 请问那么多的事情当中 有多少是在祷告当中来去进行的 我恐怕有很大的亏欠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选用这个题目来自免 来自我勉励 罢不得是说在有生之年 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我们每一位的同工 包括我自己 都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同工 与神年结的一个的神的 神的仆人 神的使女 好 那么简单介绍自己一下 那大家都看我的这个介绍 简单的介绍是 我的背景是这样子 我是 我的父母是广东人 那么他们是潮上人士 那么解放之后呢 他们就来到香港 那么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我香港那个教会呢 其实是一个瑞典的宣教士 从瑞典到了这个的北京 来去学普通话 学完以后呢 他到了这个的外蒙 对不起 那个蒙古 报头 那个地方来去侍奉 然后呢 都到了这个陕西 榆林那个地方来去侍奉 那么后来呢 从榆林就到了香港 就建立了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教会不是很大 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做圣徒聚会所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 但是呢 因为受到这位宣教士的感染 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从这个小小的教会当中就产生了宣教士 传道人 牧师 还有基督教的这个机构的那个工作者等等 那么我们 我的背景是这样子 那么我另外呢 我在侍奉的历程当中 我在香港侍奉过 然后在菲律宾 然后呢 在美国这个西岸 服侍美国的一些的这个那个侨民 华人的侨民 所以这是我简单的背景 我今天要读的圣经呢 我来看你看 先打开这个 我应该要打开一个 对了 好 我就打开了 那么就这样子 大家看到了 好 那今天主题是与神结年 一生得利 一生受用 好 那么我又读的经文呢 大家都很熟悉的 好 那么我读的圣经是在这个一幅所述 今天我们只是讲三节的圣经 各位 第六章第十八节开始到二十节 那么我就替各位来去读 领受神的话 靠着圣明 随时多放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地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着福音的奥秘 作了待所念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 放胆讲论 保罗要求以赴所的信徒为他来祷告 以致他能够把福音能够讲清楚 能够讲明 并且能够放胆讲道 那么我们从这段圣经来看 保罗怎样用祷告 来进行这个属灵的征章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以赴所说第六章就讲到全副的军装 那么保罗就劝所有的神的儿女要记得 神已经把全副军装赐给我们 那么虽有全副军装 但是罗斯那个军人 却是软弱无力的时候 不堪一击的时候 这又有什么用呢 全副的军装从头到身体 到这个的裤子 到这个靴子 那个鞋子 还有什么其他配备 都做得很好 但是这个人是有病的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 请问有那么那么好的装备 若是这个人本身软弱 那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保罗再度提醒他们说 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祷告是与神年结 一生得利的操练与祝福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 属灵政战有三个的层面 我们要认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认识仇敌 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的祷告的能力之前 我们认识我们的仇敌 然后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然后第三个方面 我们要经历祷告的大能 首先我们来讲来讲仇敌 认识仇敌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仇敌就是与神为敌的魔鬼撒旦 与神为敌的人 这样子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 可能我们过不去的时候 好像是我们的家人啊 你的老板啊 什么的一个临时 跟你作对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都以为他们是我们的仇敌 各位 谁是我们的仇敌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会说 哎呀 这个是一个敌神的一个的政府 一个敌神的政权 我们就说 哎呀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仇敌 有时候 特别最近这个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回教呢 常常与基督教常常都有冲突 是不是 特别我们常常看新闻啊 在这个中东啊 中东有一些的教会 有些回教徒呢 常常发生的冲突 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哎呀 好像回教徒呢 就是我们的 回到我们的这个属灵仇敌一样 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看见 有时候也听见 大家知道说 现在这个社会呢 是非常的 非常的纷乱的 比如说 有一些是同性恋的 男同性恋者 女的同性恋者 还有呢 这些的这个双性恋者 还有呢 变性 变了性别的一些人 他们就合起来组织 一个叫做LGBT 那么一个的组织就是男同性恋 女同性恋 变性的人 还有是转 这个改了性别的人这样子 变性人这样子 来组织起来 那么组织起来之后 也就算了 因为你们喜欢在一起 但是呢 就好像他们常常就是来供给基督徒 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说基督徒呢 反对他们 所以呢 他们也在很多场合里面 在文字的里面 常常呢 好像是跟基督徒来去作对 那么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知不觉 在心理上就觉得他们也是我们的仇敌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说 这个政府是我们的仇敌 这个宗教呢 是我们的仇敌 这种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由主义者 他们对这个婚姻啊 对这个男女关系啊 没有原则的 没有底线的人啊 他们好像也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会这样子看 但是呢 这个以赴所书告诉我们什么呢 谁是我们仇敌 他们这里说什么 保罗说 乃是执政的 我们今天属灵的这个阵战 我们不是跟学气的阵战 乃是跟那是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右岸世界的 以及在天上属于 在天空中属灵器的恶魔来去挣扎 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有点可能有些人误解 这里说什么执政的掌权呢 这个岂不是讲到政权吗 这个岂不是讲到政府吗 执政的掌权的 但是各位 你读圣经要读得清楚一点 他说什么 谁是我们的仇敌 是那些在右岸世界里面 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右岸世界的系统里面 那是在系统里面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右岸世界的 并且和在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他是讲到这个的最重极的 那个的与神作对的撒旦 魔鬼 巫鬼跟他的死者 整个的系统是与神作对的 刚才我们讲到所谓的什么政权 什么宗教 其他宗教信仰 什么敌神的人 什么自由主义 其实都是他们的外面的呈现 后面呢 都是那一个 与上帝永远作对的那个仇敌 那个仇敌呢 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 那些外面的 刚才我们讲的外面 你所看得见 你所感受得到的 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 懂得见没 所以呢 第一方面呢 我们看见要认识我们的仇敌 说实在来说 你知道这件事情 岂不是我们知道天国的沿洗 主耶稣讲到天国的沿洗 要我们去邀请 他那些被邀请的 甚至那些没有在这个的 名单里面的到处去邀请 这些人来赴天国的沿洗 你知道这件事情 在天国的沿洗 这个上帝的这个客人的这个名单里面 所谓的guest list 客人名单里面 竟然有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人 敌神的人 不喜欢上帝的人 骂上帝的人 其实他们的名字 你知道吗 也在神被邀请进到他国度里面的 那个名单里面 当然 他们需要悔改 但是神没有忽略他们 主耶稣没有忽略他们 主耶稣也忽略 也希望他们能够进到 那个天国的沿洗 高扬的沿洗里面 他们这些人 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以为是敌人的那些人 其实都在神的 邀请的 这个客人的那个名单的里面 当然他们需要悔改 才能够进到天国的沿洗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认识仇敌 所有今天你所看得见 好像在对付你 好像在反对你的 只不过是后面 那个真正的仇敌的 一个外面的呈现而已 因此我们打这个属灵的阵仗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要想到 这些的反对的势力的背后 就是仇敌 就是撒旦 就是摩维 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个外面的呈现而已 你要看得透 看得清楚 这是第一点 另外呢 这里说什么呢 你要穿上全副军装 今天我们的集中的那个点是在祷告 所以呢 我们没办法说一项一项的军装 这个就是这个真理 当做带子书腰啊 这个 这个真理的头盔啊 这个信心的那个呼吸金等等 我们就没办法讲了 不过讲到这个的军装的时候啊 我请各位注意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个这个是神所吃的全副的军装 所以呢 神要我们去打属灵的阵战 就好像说你今天要为国家来去出战的时候 你向政府报道 向那个的这个国防部来去报道 这个是说我要替国家去出战 我们国家现在受人来去欺负了 我要去这个保卫我的国家 那之后呢 当然你的军服 你不需要带自己的军服的 你带去也没有用 这个的军方不会用你的 你要穿起他们所吃的全副军装 你不需要去买 你不需要付什么的那个钱的代价 这个是国家给你的全副军装 全副军装 今天呢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也吩咐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 神也教导我们要为他 为他的国度来去征战 用这面的要记得 神要把全副军装赐给你 还免费赐给你 你要用信心来去领受 这是变成事情 要赐给你 你求他要赐给你 神已经为你预备好 并且这个军装是替你良性定做的 不是说大卫穿上了扫罗的那个军衣 没有 刚刚好 照着你的身材 照着你的 你的那个身量来定做的 并且是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 你记得 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 你要抓住这个信念 第二 这里说什么呢 神所吃的 hold 全副军装 意思说 这个是全备的 不会说漏掉一个 不会说差一点点 哎呀 若是有这一点点的话呢 就很好 没有 是全复的 全备的 没有欠缺的 所以你要用信心 你要用这个信心 用认知 你抓住这个事实 神所赐给我是足够的足够的 不会说不够的不够 一定会足够 全复军装 第一个 是上帝赐给我们 第二是全复 全备的 没有欠缺的 好像诗篇 第23篇 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在生活上不缺乏 在打仗的时候 在侍奉的时候 也不缺乏 全复军装 一点都不缺乏 第三件事情 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 你要穿上 要穿上全复军装 意思什么呢 你要去应用 你要把它放在你的身体的上面 这个军装 对你才有用 你不把它放在你的身上 穿在你的身上 虽然你已经拥有 但是你没有用到 今天就很可惜 很多基督徒是拥有 但是没有用到 你就很珍惜 哎呀就很高兴 就把这个那么的 那个军装 你的军装很贵的 我知道说 美国那个军人 他们那个鞋子 那个鞋子是非常牢固的 一双的鞋子 六百块美金 六百块美金 罗斯说 算作人民币的大概六 六七十四千多块 一双鞋子四千多块 还不是什么 时装 不是我们那身女生 买意大利皮鞋 一对一半块 不是单单用来去打仗的 那双鞋子是六百块美金 为什么呢 因为是全部军装 是非常非常囊固 你会不会说 哎呀这个鞋子 真好 真是太贵了 我不敢用 我不想用 就放在那个这个鞋子的箱子里面 放在你的衣橱里面 有空的就拿出来看看 有空的就来去刷一下 让他能够闪闪发亮 这样子 哎呀这个太名贵了 六百块一双的鞋子 我怎么 我怎么会穿他呢 对不对 我的鞋子才六十块 这是几百块人民币 这是几千块不得了啊 这样子 可能我们会这样子想 其实很多基督徒 对于神所赐的那个 应许也好 那个的全副军装也好 我们常常会停留在 拥有的那个状态 还没有到这个的 应用的状态 从拥有到应用 有个很大的距离 好像有一个的 以前这个真的事情 我们知道呢 这个美国是 这个1776年独立嘛 这样子 那么从英国独立成为美国嘛 那个时候呢 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独立战争 大家都记得 因为英国人不许他独立 美国人要独立嘛 这样子 那个时候呢 他们其实美国的病呢 是虽然是美国那么大 比英国更大 但是人是比较少 打不过英国 所以呢 那个时候他们照顾了一些 我们所说的美洲本土人 美洲本土人 以前呢 很多年前 但这句话 现在美国不能够用了 就是说 我们做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英文叫Indian这样子 那么这次的 这次其实是美洲本土人 他们的样子 他们的样子 好像 我们的外蒙 那个蒙古人的样子 很像的 这样子 不像白人什么 都是美洲的本土人 那么他们就帮忙 这个美国在独立战争的时候 就打仗 那么有一次呢 这个有一个美洲本土人 一个所谓的印第安人 那么后来美国独立了嘛 就赢了嘛 那么赢了之后 他就退役了嘛 退伍了这样子 他就成为一个百姓 但是你也知道 那些的这种的土人呢 他们就有没有读书 也不失智 所以找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其中有一个巨人 有一个巨人 他就没办法找不到事情 他就到处 讨饭 希望能够咒击他 这样子 有一天 他就撬门 撬到一个人的家 就说 我肚子饿 那我能不能给我一块面包 这样子 那么那个人 知道他以前是这个 很可怜吧 这样子 就给他一个面包 那么给他冲击 那么这个 这个吃饭的时候呢 就看见这个的印第安人 他的那个博子上面 有一条绳子 这个绳子呢 挂着一个的皮带 小皮带啊 这是小皮带 那么那个人就好奇 问他说 你这个 那个小皮带是什么东西 他说 这个就是我的将军 我退伍的时候 他送给我的 那么 那个人就好奇 问他说 你的将军是谁啊 他说 我的将军呢 就是这个 华盛顿 就是美国国父啊 原来这个是 那个时候的将军啊 他说 我退伍的时候呢 他给我一个 这个东西 他说 你里面是装什么东西 他说 我也不知道 我不识字嘛 这样子 但是里面有一张纸的 写了一些字 但是我不明白 那个人就问他说 你给我看看 我替你看看 里面写什么 他就打开 当然是英文的 这样子 原来呢 这个的这张纸啊 不是普通的纸 这是一个证书 什么证书呢 证明这个的印第安人 他曾经为美国独立战争 来去卖命 所以呢 为了要报答他 所以呢 他退伍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决定 养他一辈子 原来这个 凭着这个证书呢 可以向政府机关 去拿梁 足够他 这是每年每月都能够吃得饱了 这是一种呢 免费的一个梁 来谢谢他 这好像是他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 是一种的 一辈子的退休金 但是他不知道啊 他整天都把这个的 这个小皮带里面 那个证书 退伍证书啊 这个效力证书 放在这个自己的 这个小皮带 但结果一点都没有用过 非常非常的可惜 我就想到很多的基督徒 都是这样子 我们都有神的应许 我们只是拥有神的应许 但是我们也有 应用到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生活 常常是没有力量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 我的经验怎么样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看我的资源是什么样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看我的这个的 朋友能不能对我也是帮助 我们都是想这些东西 没有回想到说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应当义无瓜慮 只要凡事 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必赐给你们 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们就忘记上帝应许 眼睛只是看着我拥有的东西 所以呢 同样也是 很多人就是说 有军装但是没有穿上 实在是从神面前领受了这个军装 但是没有将这个军装来穿上去 非常可惜 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祷告的大能 你认识仇敌 这个知己知彼 白战白胜 然后你要穿上军装 但是你这个人必须要操练有能力 这个能力来自什么地方 祷告的大能 其实呢 我们刚才读圣经都知道说 刚才一胡都是说什么 靠着圣灵 那么随时多放祷告 祈求 并要再次警醒不见 其实在前面呢 我们今天没有读 保罗也提醒我们说 靠着神 做刚强的人 你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能力 站立得稳 当然有神的应许 但是你要 也要借做祷告 与神的应许 能够连接 能够连接 连接起来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圣经里面很多所的信心为人 我们知道说 圣经里面很多大能勇士 我们以为 所谓信心为人 一定是说 哎呀 他们的这个信心 比我们大 我们的信心实在是软弱 他们实在是信心很大 所以他们变成信心为人 各位 若是你研究圣经 你读得清楚一点 你就发现 圣经里面讲的 所谓的信心为人 其实他们都是 跟我们一样 好像以利亚 我们说 他是大能的先知 呼风唤雨 但是呢 雅各明明告诉我们说 以利亚 其实是跟我们一模一样 跟我们一样的人 不过呢 他就有祷告的 这种的抓住祷告 他就变成不一样 其实呢 所谓的信心为人 都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软弱的人 所以呢 我要去投靠这位 怜悯人 又会帮助我的上帝 所以呢 一下子 他就变成信心为人 其实是刚刚相反 其实是因为他们软弱 他们去投靠这一位 大能的神 投靠这一位 怜悯我们的神 那么就这样子 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 那么这个就叫 这个就信心 其实他们这些人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他要投靠这位信实的上帝 这个动作 这个关系 使到他变成是一个信心的伟人 这个好像保罗 现在不要说保罗 好像我们有时候去 我们生病 我们知道有位医生 他的义德很好 他的义俗也高明 他有这个义者父母性的那个心肠恢复 我去见他 他有好的药 他有好的技术 我就被医好了 我变成是很强壮的 我就很健康 是我有本事吗 是我有本领吗 没有 是那个医生 其实我是个病人 是因为他的缘故 我重回得到健康 所以应该是那个医生得到称赞 实在是那个医生应该得到荣耀的才对 这不是我 但是看起来 这个人不得了 他很健康 他真是这个 很畏勇 很有力量 没有 是因为他使到我健康 所以我们的重点不要搞错 不要搞错 我们因为软弱 所以倚靠圣灵的大能 通过祷告 倚靠他的大能 然后我就好像变成是个很有能力的 这个的勇士 大能的勇士 其实不是 是他的大能彰显在我身上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更要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辟我 对不对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辟我 因此我们打这个属灵的阵战 认识仇敌 穿上军装 并且认知 靠我自己 在属灵的阵战上面 我人的学器的 所谓的能力是一无是处 不是说 五十五十 我们是一无是处 你的能力可以做一点世界的事业 做一点生意 做一点的事情 但是做不了属灵的事情 你做不了那些改变人生命的事情 这个都是需要什么呢 从神而来的能力 通过祷告 自取他的大力 信徒的误解 保罗要求信徒常为他祷告 这个是要说明什么 是客气的话吗 等一会儿 有福利牧师等一下我再讲 其实呢 我们必须明白 这个的 保罗 那时候我们误解 属灵的地位 这个人 他很有 他一定能够赢 他得胜 因为他有属灵 他属灵地位是很高的 你有属灵的地位 好像 好像保罗 那么的那个大使徒 大长老 什么大牧师 大牧师 大的老师 不保证 你能够得胜的 其实他们也常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 与供给 有一个牧师 一个传道人 有一次在一个大会讲到 讲得很有能力 整个的教会受到震撼 那么有个年轻人看见 他听到的时候 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为什么这个传道人能够那么的有能力 所以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扣人信选 都是感动人的心 感动自身 不是自私 而是感动 上位之后呢 他死都要找这个传道人 因为大家都围着这个传道人 跟他打招呼 谢谢他 这样子都把他包围住 他没办法 他一定要抓住这个传道人 那么 后来那个传道人要离开 他还追上去 要坐火车 那么甚至呢 那个传道人上了火车 他还追他 他说 牧师 牧师 能不能告诉我 你得到能力的那个源头是什么呢 我也希望能够好像这样子 好像你这么有大有能力 能那么厉害的 这样子 那个传道人就 因为时间很赶 他没办法解释 他就用个比方 他就拿出他一支笔 就问这个年轻人说 这支笔 能够放在我的手上 他放在我的手掌上面 他能够自己站立吗 这样子 那么那个年轻人说 当然不行 都说当然不行 这支笔为什么能够站立呢 因为我有另外一只手 把他抓住 他就能够站立的稳了 是不是 那么那个孩子说 是啊 那么 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他就说什么 他说年轻人你知道 你看见我好像站立的稳 我告诉你 有一只无形的手 把我抓住 你不要看我 属灵地位那么高 这个好像什么 大讲员 大牧师 其实我是非常软弱的 若不是一只无形的手 把我拖住 把我抓住 我早已经跌倒了 你不要看错 我今天能够站立的稳 是因为上帝无形的手 每时每刻 将我抓住 将我扶住 我才能够站立的稳 大家也知道是说 这个的 那些的属灵地位高的人 你不要以为说 他们就是很坚强 其实他们所受的 试探与攻击 都是非常的大 你知道 保罗讲到属灵政战的时候 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战争 现在的战争 都是用这个科技战 对不对 把对方的人造微型打下来 干扰他们的通讯设备 是吧 把他们那个的军火货 把它炸掉 把他们那个军 军工厂把它炸掉 都是这些人打仗的 现在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落国战 对不对 就是一排一排军人 就是面对面就打 这样子 那是前排的人 前排的人 可以说是 那些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 教会的这个领袖 他们走在前面 前排 那些所谓的传道人 那些的长老 教会的领袖 其实他们就是第一排 他们 如果是对方有什么剑 有什么的这个武器飞过来的时候 他们是首当其冲的 所以我们又为他祷告 有一次有一个人坐飞机 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故事 这个是基督徒 他看见旁边那个人 也坐飞机的人 都是旁边那个人 他在祷告 他这个基督徒很高兴 就以为遇到一位弟兄 就问他说 你刚才祷告啊 他说我是祷告 他说你是基督徒 这样子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 他说你不是基督徒 你是什么教的 你说为什么祷告 他说我是撒旦教会 圣诞圣 大家听过基督教会 都知道基督教的 基督教礼拜堂 基督教会 这个世界真的有撒旦教会 撒旦教 他们你们拜上帝 你们拜基督 我们跟你对立 我们拜撒旦 就拜撒旦 专门与你作对 那么那个人说 你刚才祷告 你祷告谁啊 他说我向撒旦祷告 然后那个人就继续问他说 请问你刚才 为什么事情来祷告 他说我刚才是求 我们的王撒旦来去破坏 基督教会里面 那些的牧师传道 我求我的撒旦 能够败坏 破坏那些牧者 他们的家庭 因为他们的家庭破碎的话 他们就没办法继续 来自私奉神了 哎呀我听见这个真实的事情 我听见我的心好像花掉一样 啊 兄姐妹啊 你这件事情啊 若是你不为走在前面的同工 来祷告 那些的牧者 那些的牧羊人 那些的长老 那些的执事 你不为他们好好祷告的话 原来有另外一帮的人 这个奉撒旦的名 为他们来祷告 希望撒旦破坏他们 破坏他们家庭 你知道神的教会受到亏损 所以呢 各位 我是说你觉得今天 我有属灵的地位 我应该我的 我的能力是足够的 各位 你想错了 你也看错了 你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位上 是因为上帝无形的时候 二十四小时把你拖住 但是你也记得 你也记得 这个属灵地位 不担保你永远得胜 甚至有时候呢 你以为可以靠着我的属灵经验 属灵的地位的话 反而是更加的危险 第二件事情 有些人说属灵的自私 属灵的地位不保证你 不受撒旦攻击于是他 属灵的自私也不保证你能够得胜 很多信仰存证 真理很清楚的人都会失败于撒旦的供给与是他 你也知道说有很多人说受过什么训练 读过什么神学 拿过什么学位 他们多少时候我们都看见有不少这种的同工 在这个的男女关系上面 在这个金钱上面 在这个权斗上面搞到教会一塌糊涂的 这些都是很有知识的 你叫他们去考圣经 他们考了一百分 你叫他们去考神学 他们可以拿到一个A 他们都很会读书的人 他们都有很多知识 所以保罗也警告我们说什么呢 知识叫人至高至高 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是吗 也记得圣经里面有句话说 你们相信神只有一位 魔鬼也信 却是张经 你知道吗 罗斯说你相信 这个世界有 这个宇宙有神 并且是独一的真神 其他都是假神 其他都不是神 都是偶像等等 你很纯正 但是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信仰啊 魔鬼跟你一模一样 魔鬼跟你一模一模一样 他也知道说 这个世界有神 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耶稣是独一的主宰 他们都知道 他们的神学非常非常准确 非常非常正确的 那问题是什么呢 撒旦是说他知道 他也相信 知道 有些人知道 但是不信 魔鬼是知道 又相信 但是第三点 就不一样 他们不顺 不服 他们信 但是不服 他就要跟上帝对抗 那基督徒跟撒旦的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我们也是知 对对 你的信仰必须要这个知识的基础 不能够乱信啊 我以为是这样 不是以为是真的 根据圣经 说启示的 我相信 我知道 然后你相信 但是罗圣尼停留在这个相信 还不够 还不够 我已经相信了 我是百分之百相信了 我是全心相信啊 撒旦也会对你说 我跟你一模一样啊 我也是百分之百相信啊 我也是真的相信啊 没有没有假的 我真的相信啊 甚至魔鬼对你说 我比你的信啊 更加的确实 因为我在灵界的里面 你还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我看的比你看的多 我都相信啊 这样子 但是呢 罗圣尼停留在信的话 知道的话 相信的话还不够 罗圣尼停在那个地方 你的地步 就是跟魔鬼的地步一样 第三步就跟魔鬼不一样 你不但得知 第二是信 第三 福 你要福 要福的时候 你就开始成为基督的门徒 魔鬼 他是知道 他也信 但是他不服 他这不是门徒 他这不是门徒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属灵的知识 所以不但只是 不要以为说属灵知识 能够成 能够帮助你 能够在 生活上能够得胜 不是 要知 要知 要信 还要福 第三个方面呢 你看 属灵的经验 这个 属灵的经验 什么意思呢 属灵见不保证你能够得胜 因为昨天的得胜 是因为昨天的恩典 并且不能够储存的 我把它累积起来 就好像玛拿 玛拿就是昨天要剪的 你今天都要剪今天的玛拿 很多人都是倚靠昨天的玛拿 但是他们不知道已经发臭了 用出来的时候 软弱无力 没有奇怪 我上个礼拜讲那篇道啊 也是讲到很有很有力量的 那我都把那个道的要点都讲得那么清楚 我甚至呢把我一些的更好的一些更厉害的例子加上去 但是为什么我今天讲的时候就觉得软弱无力 为什么我今天讲的时候就好像传递一些的自信 一些的知识 一些的理论而已 我没有感觉到好像活水江河 我没有感觉到圣灵的与我同工 我没有感觉到那个恩膏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依靠昨天的玛拿 昨天的玛拿已经发臭了 你还以为是很香 你不知道说 你今天当然你可以再讲一遍 那个道你可以再讲一遍 我们传道人也没有办法说 有没有那么大的需要 你每一次讲都是一篇新的道 也不可能 对不对 老实说特别你到处都要需要讲的话 那么几十个教会 你有时候需要一点的这个再用一次 但是你记得你每一次在讲一个道的时候 你不能够说 我很熟这篇道 另外呢 这个我上次讲的时候 哎呀 那些人很受感动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我就不需要太多祷告 我就是把他这个艺术直说 我相信呢 这个的这篇道的本身呢 就能够感动 结果呢 就不会感动 不单止不能感动 你自己都没有感动 你讲的时候都没有感动 这个道不感动你 我请问你怎么能够感动 感动别人呢 数量的经验 是新鲜的 今天的挑战 你需要今天的恩典 今天这祷告手 带来圣灵的力量 才能够得胜 讲到刘富里牧师 有些人认识他 有些人不认识 他是一位 神一层 是我们这边一个神学院 大家都听过 叫做正道神学院 正确的正 道理的正道神学院的院长 因为我们华人教会 德高望重的一位 一位长辈 也是我个人的长辈 虽然我没有受 受过他教导 但是他年纪比我大 那么我莫胜 很敬佩他 我是他的晚辈 每一次碰到他的时候 有时候在什么会场 什么侍奉的时候 他我一看到刘牧师 当然我会走去跟他请安 来去问候他 刘牧师你好吗 这样子 你这个刘牧师 每一次看见我的时候 他都说 哎呀刘牧师 很高兴看到你 哎呀好不好 请你为我祷告 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都要求你 请求你为他祷告 他不是祷告 他说 请你为我祝福好不好 我说刘牧师 你有没有搞错呢 圣经明说 从来为大的 替为那些 为大的 为那些 为分小的来去祝福 这是剥不倒的脸 这是一个脸 是剥不倒的 你不能剥他的 就是这样子的 理所当然的 为分大的 就为那些 为分小的来祝福 希伯来书说 这是剥不倒的脸 但是呢 这个 这位刘牧师呢 就说 哎呀不是不是 你都为我祝福祷告 为我祝福祷告 哎 我就说刘牧师 你都 你属灵经验 那么的丰富 哎呀 你还是那么前辈 我真是很敬佩你 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以为靠经验 这样子 各位你记得吗 以色列人在 耶利哥大胜之后 耶利哥的城墙 听说 那个城墙 后到 这个 这个 几部车子都可以进过 那么后的一个城墙 结果呢 他们都不需要去打 他们只是顺服 神的命令 围绕这个城 每天 每天围绕一次 第七天围绕第七次 城墙自己就倒下来了 大胜 上帝为他们争战 我们的神为我们争战 我们的神在我们前面 为我们争战 我们更做他就行了 那么后来打第二场 打第二场 爱城 爱城 简单嘛 就 那个小的 那个 他们那个时候 一个城市 就是国家 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城市 那个时候 不是我们现在 一个国家 很多城市 那个时候 城国 一个城市 就是一个国家 这样子 小国家 结果呢 就在爱城的 那么小的一个城市 一个城国 结果呢 就失败 因为他们以为说 耶利哥那么厉害 我们都已经赢了 我们现在是士气 高昂 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一定会赢 一定会赢 结果都输 你以为会赢 你就会输 你以为输的话 就会赢 整个的关键 在乎神 在乎是不是 你跟神的关系 在乎 你是不是 在那个地方 与神连接 有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成功 有时候就让我们 就变成这个 失败了 这样子 大家知道说 以前这个 我们 是不是在美国 有一个照相机 叫科达 科达 全世界都流行 我们的那个 叫卷 叫卷 有几种 有一些叫做富士 对不对 富士 以前呢 现在很多人 都不什么叫叫卷 因为现在我们 都是用手机 拍照片 以前是在用 这个叫卷的 你知道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 叫卷 那个 我们叫Fum 这样子 那么那个是 叫卷时代 最有名的 就是 三个最大的 这个 叫卷的公司 一个叫櫻花 Sakura 一个叫做富士 Fuji 第一个就是 Kodak 这是美国的 在科达 这样子 那么那个时候呢 人家都 对他们说 现在那个时候 那个 这个数码 照相机 越来越流行 大概 以后呢 我们这个 叫卷 照相机 就没用了 我们不要做 叫卷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 Kodak 公司说 我们 都那么成功 我们的产品 已经是 销入到全世界 我们不会的 不需要这个 这个数码 这个 就是 黄 黄 黄 一下子就没有了 结果他不知道 这个数码 照相机 一出来 就完全取代 交卷的年代 全部都没有 但是他以前 很成功 很成功 整个的 我去那个地方 那个整个城市 整个城市的人 打工的人 百分之二三十 都是替 Kodak 来打工的 整个城市 各位你想想看 那么厉害 但是过去的成功 不担保 你今天的这个成功 所以呢 就回到说 每一次的 那个属灵经验 还不能够取代 我们先被 祷告 依靠神的 那个 那个事情 那个超年 好 再来一看一看 对不起 这里说什么呢 保罗继续下去说 我们祷告的时候 祷告 要随时的祷告 Pray in all times 什么叫做随时祷告呢 随时祷告 是不是说 你随时就 闭上眼睛就祷告 不管别人 没有 随时祷告的意思说 你一面圣火 你就一面 好像祷告的状态一样 我说 好像祷告的状态 因为讲到祷告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讲到 祷告的那个的 那个的所谓的 这个行动 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祷告是超越 那个动作 你知道吗 祷告是超越 那个言耻 什么叫祷告 祷告呢 就是一个的 你要 你要合起手来 你要闭上眼睛 你要斗 你要 你要低下头来 或者说 你站起来也可以 你坐下来也可以 你伏伏在神面前也可以 你跪下也可以 这样子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说 这个祷告 但是保罗这里讲的 祷告不是言耻 还比较祷告的语言 首先呢 第一句话说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或者说 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 都讲到一大堆 非常地 非常 非常 和服圣经的 一些称呼 对不对 我们都是讲到祷告的那个知识 祷告的言语 祷告的动作 祷告的知识是怎么样 但是保罗这里祷告不是 保罗这里讲是个祷告的状态 你整个人生都是个祷告的状态 祷告的状态是保罗这里所强调的 不是祷告的某一个行动 某一个时段 这整个生活的 你的生活都是个祷告的状态 这句话呢 我不晓得各位 能够抓住 能够能够拿捏多少 什么 从来都没有听过 祷告的状态 其实保罗这里说什么呢 要随时祷告 他是要说什么呢 我们整个的生活 都要在祷告的状态 里面来生活 什么意思 经常意识到神在我们周围 也在我们每个处境之中 我们在这个处境 把所看见的 所听到的 所感受得到的 化成一个祷告 沉到上主的面前 主啊 你说怎么办 这样子 我听过吴勇长老 有一次他 他讲道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说主啊 怎么办 这样子 这好像是一个朋友 就在他旁边说 怎么办 主啊你看怎么办 主啊你看这个那么凶 怎么办 主啊你看这个人 就好像是不可理喻 怎么办 都是上帝在你旁边 一样 主啊我感谢你 这个就是一种 随时祷告的状态 这好像什么呢 各位 好像我们在这个的 蒙福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感恩 就你记得 这个亚伯拉罕 他替这个以撒 去找一个的 他的未来妻子的时候 他就求神 来带领他 他对神说 现在我向一个女生 女子 拿一点水 罗斯这个女子说 我不单止给你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来喝 替他们打水 罗斯他愿意这样子做的话 我就知道这个女子 是你为我主人的儿子 所预备的 这是以撒 结果呢 这个利百家是 正是 他就是这个 他真的这样子做 那么 所以呢 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啊 当这个 当这个亚伯拉罕 老仆人看见 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圣经说什么呢 他就立刻在 那个地方敬拜神 立刻的敬拜神 立刻低下头来 心里面很大的感动 各位 这个是随时的祷告 在悲伤的时候 背痛那个哈拿 对不对 给他的丈夫的 另外一个妻子 来去欺负的时候 因为他得不到儿子 他在神面前 痛哭流泪 默默的祷告 求主为他圣愿 在悲伤的时候 他把他的悲伤 化成祷告 彼得 你记得到吗 这个在围挤的时候 快要 他要想 效法主耶稣 走在水面上 结果他可以啊 但是一看见 风浪的时候 他就沉下去 在围挤的时候 他立刻的呼求 有时候 当我们在受感的时候 比如说 你听到的时候 你很受感动 但是你也知道说 哎呀 我受感动 但是我好像做不来 我做不来 比如说 神感动你 向某某人道歉 求他的设备 你受感动 那个讲员 一直提醒你说 你要做这个事情 你要做这个事情 你受感动 那么你好像也做不到 在那个时候 你应该什么呢 立刻求主主 帮助我 帮助我有这个勇气 帮助我有这个力量 去了解这个事情 不能够拖 不能够拖下去了 好像在南端的时候 这个立刻仰望 好像这个的 黎西米 他满脸愁容 为了他的国家 对不对 犹太人 耶路撒冷的城墙 被打破了 那么他的兄弟 他的国民 被欺负 被淋入了 他心里面 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们是架破 人亡 那个帝都 我现在在朝廷 在列邦当中 我在享受 我的一个的高官 那个 高庆皇帝 这样子 他心里面 非常难过 那么皇帝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 今天好像满脸愁容 那么这个 李西米就觉得 实际上 我应不应该求他 让我回去 来去帮助我的国民呢 但是我这样子要求 他会不会非常生气呢 会不会呢 他不会就怀疑我 都影响到我的前途了 等等这样子 那么他就立刻 磨倒天上的神 他一面 在王面前来去侍奉 来去供奉他的 酒的需要 一方面就在那边 来扑求 在愤开的时候 立刻求主神愿 我们有时候都遇见 使道里非常非常的愤开 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的诗篇里面 岂不是很多咒诅诗吗 我们都不喜欢读 很难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这个 写诗篇的时候 就讲到很多 他的以色列的仇敌 其实上帝的仇敌 怎么样愿意 就求上帝来去 来去 来去把他们退回去 对不对 圣渊 他们气人太圣了 建筑那种的 分盖的时候 我们也是把 可以把分盖 化成我们的祷告 各位 这个叫做随时的祷告 把你的悲伤 把你的感恩 把你的危急 受感 疑惑 愤怒的时候 都把这一切 都赚成一个祷告 送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 但是我在这里 也愿意提醒的事情 很多时候 我们说随时的祷告 就好像是随意 这个随意 就是说 这个 所以有很多比较 对不起 而且我用一个名字 大家不要介意 有些比较倾向于 灵恩的弟兄姐妹 就对祷告 是非常的 其实我很 我很佩服那些 在这个 比较 比较靠近 灵恩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祷告 是非常奔放的 非常的热情的 非常的 从这个肺腑里面出来 我也是 非常非常的欣赏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 有些的 这些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说 做事情就好像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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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说 绕过我们的一些的 所谓的 规律的生活 就绕过了一些的 这个的规矩啊 一些的时间表啊 一些的路线图啊 等等 他们就觉得 凡是圣灵 的话呢 就 就超越 理性 超越规矩 超越什么的 这个程序的 这样子呢 圣灵才会自由运行 我所谓的 自由运行 就随意运行 这样子 各位不是的 刚才我讲到说 我们祷告要随时 但是你知道 祷告也需要定时 随时祷告是好 但是也不能够 服务定时 祷告 你知道这件事情啊 你知道 彼得 约翰 他们岂不是 经历圣灵充满吗 你记得吗 使得行转 对不对 但是来到第三章的时候 第二章他们 圣灵充满 第三章的时候呢 有一个事情 大家记得 就是约翰 彼得跟约翰 他们按照这个的 守着这个 深处的那个祷告 原来他们 这个下午三点 他们就 按照他们的规矩 定时的到圣天 与众 到圣殿里面 与众圣徒 一同在那个 在圣殿里面祷告 是 每天都做这个事情 很固定的这样子 所以呢 圣灵充满 有时候帮助我们产生 奔放 很奔放 很释放的祷告 圣灵充满呢 也产生 有规律的 祷告的生活 我举几个例子 主耶稣 有规律的 固定的 清早到山上祷告 有没有 但你一天三次 打开窗户 向着耶路撒冷来去祷告 天天如是 一天三次 然后诗篇第五篇 也告诉我们说 主啊 早上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诗篇的作者大卫 他每天的成羹 我们要成羹了 对不对 早上的时候 我要在你面前 成名我的心愿 与众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生活 这两个都不冲突 我们有随时的祷告 但是我们也要定时的祷告 定时的祷告 有一些人是说 我礼拜一 就为什么实际祷告 礼拜一 我就为我的教会 礼拜二 我要固定 为我的教会所制止的宣教师来祷告 礼拜三 我为我的家庭 每一个带到神的面前 礼拜四 我就为什么 都是很固定 都是很好的操练 所以圣灵充满 让我们能够随时祷告 圣灵充满 也让我们能够养成那个 定时的祷告 这里呢 再看一看 这个 对不起 这里说什么呢 祷告不单只是随时祷告 多方的祷告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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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ed Manipurant 不同类型的祷告 祷告这个词 就是很浓缩的一片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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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片这样子 其实里面包括很多的 这个维生素ABCDE这样子 对吧 虽然是一颗 但是里面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成分 不同的成分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都看过这个的 我们有时候 定位姐妹说 我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内容 没有什么的 这个的这个进行吧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 特别教导那些 刚新主不久的 定位姐妹说 祷告有四部曲 第一个是敬拜 然后我们要认罪 第三个我们要感恩 然后我们要代求 为别人祷告 所以他们叫做ACTS 对不对 好像使徒形状一样 这个敬拜 然后confession认罪 然后Thanksgiving 感谢 然后是代求这样子 这个ACTS 这四个字来做代表 其实呢 这个也是非常的好 比如说 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 我们敬拜的祷告 我们来到神的 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 就敬拜 来到神的面前 这件事情 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中担 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中担与敬拜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啊 神本身都是很伟大的 是你对神的伟大认识的不够透彻而已 不够全面而已 所以呢 因为你的认识有限 所以上帝 上帝 因为你对上帝的认识有限 所以上帝就变成很小了 因为你对他的认识是很小 结果呢 你的问题 放在 你对神的认识来做比较的话 哇 你的问题就很大 这好像上帝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但是罗斯说 你真的进到经班里面 不是说上帝不然间变大 不是这个意思 哪是你对神的大有更透彻的认识 哇 原来神那么大 他的权能那么大 他的权柄那么大 他的名字是那么的高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的能力能够胜过他 从亚古到永远 他是神 你看 你忽然间了解到他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放在这个大的里面 就显得是为不主导 为不主导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听见说 弟兄姐妹有时候 他们带着重担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呢 他一到敬拜的里面 弟兄姐妹一同用敬拜的祷告 敬拜的诗歌 一同来敬拜的时候 他离开的时候 好像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但是他轻松很多 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呢 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你还没有答案 还没有头绪 为什么你 你现在的那个 那个表情 那个表现 跟刚才还没有敬拜之前 大不一样呢 我就会告诉他说 因为我敬拜之前 上帝是那么小 我敬拜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们的神原来是那么大 我的问题放在这个大的里面 这个问题就显得很小 为不主导 所以现在我非常轻松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 认罪的祷告 认罪的祷告 各位啊 我们所谓认罪祷告了 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人啊 最怕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从身体健康来说 你的血管不清 有很多的东西 在里面就很危险了 就很危险了 前阵子我去 有点心跳的不能够控制 还有呢 就是说血压不能这样 跳得很高 哇我都是 我只有一个人在家 那么我就没办法 我就立刻打电话 给我的太太 叫她回家 她在教会嘛 但是我知道她回来 都要等这个15分钟 20分钟 我觉得我可能会心脏频繁 所以我冒作生命危险 因为非常不舒服 而且那个血压高得不得了 那个心跳跳得不能够停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开车 因为离开我的家 大概6分钟 就有一个急诊 我自己自己开车 开车急诊 那么一进去 本来一般来说 都要等一下的 那么我告诉她 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哇 那个护士都非常紧张 你先进去 你第一个进去 你第一个进去 这样子就把我推进去 这样子 就立刻呢 用了四个小时 来去来去检查我的身体 各方各面这样子 那么后来呢 也照了整个心脏的 那个血管 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CT scan 看一看我的血管 有什么问题 没有 那么感谢主 血管是没有什么 堵塞这样子 所以就放我出来了 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是最怕是血管塞 那么就有这个 这个心肌梗塞啊 很多的问题 是致命的 是吗 血管不清 你的肠道不清 也有问题 肠道不清 也有问题 你的城市里面 那个下水道 有堵塞的话 整个城市都会发臭 是吗 这样子 我们的属灵方面 也是这样子 我们属灵方面 都需要常常亲 常常亲 有些人就误解 这个 这个我已经得救了 那么认罪不认罪 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 我的罪不认 那么 反正上帝也会原谅我的 也会 也会把我接到天上去的 也会上天堂的 所以很多人以为认罪跟上天堂是 这个认罪 当然你第一次的认罪 承认自己是罪了 那个是很关键性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改变你属灵的地位与身份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神的仇敌 你是神的儿女 那一次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新主之后的认罪 那个性质都不这样子 不是同样的原理了 这个跟你上天堂 不相当他们有关系 但是 跟你主的关系 你整个人生 光明呢 还是灰暗呢 有力量呢 还是软弱呢 就大有影响 你的属灵血管要清 你属灵的这个墙 那个墙子 大墙也好 小墙 要清啊 不然的话 你属灵方面有很多问题 你试试看 若是你的血管 常常的塞而塞 你就发现 这个人没有力量 因为很多肮脏的东西 堵塞你的血管 你试试看 上天没有上洗手间 五天不上洗手间 你整个人都已经有问题了 吃不下了 整个人好像昏昏 昏昏睡睡 因为墙子不通 危险嘛 是吗 所以认罪的祷告是这个意思 就是把我们的厂子 能够弄得干净 还有感恩的祷告 是吗 还有这个带求的祷告 带求的祷告 这个 这个 这个带求的祷告呢 就让你 让你 常常经历神的奇妙的工作 这个带求当然是 你也为自己的需要 来到神的面前 大家知道有一个 我们所敬重的一位属灵的 历史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叫做穆勒 穆勒 他是德国人 他叫 左字 乔治 穆勒 George 穆勒 他是 孤儿院之父 我很佩服他 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 我盖孤儿院 一方面是 怜悯那时的孤儿 我要 我要照顾那些孤儿 另外一方面呢 他说 我要在这个世界当中 来证明这位神 是又震又火的神 我整个 孤儿院工作 都是靠祷告 只靠祷告 唯一的办法 来养活那么多的 这个的孤儿 几千个孤儿 他不只是一所 他好几所孤儿 我要向世界证明 这位神 是又震又火 又听祷告的神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他就是 他把每个需要 主啊 我需要一百磅的面粉 主啊 我需要两百件的衣服 主啊 我需要什么的 那个这个 吃的那个石油 那个那个 那个炒菜的油 我要什么 那个这个盐呢 这些的基本的东西 主啊 我需要五十丈的椅子 连些基本东西 他都向神来 一一来祈求 那么可能现在 我们的生活比较充富 比较充裕的 我们的很少这方面的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那么他就这样子来去 来去 敬礼神 那 还有好多 我大概我不讲了 这样子呢 这个 很多不同的祷告 各位 你记得这些的祷告 什么开言的祷告啊 闭言的祷告 你开言祷告神随听 你闭言祷告也 神随听 你说 李牧师到底开言祷告好呢 是闭言祷告好 我告诉各位 一样好 有些人呢 一闭上眼睛就睡觉 所以这种人必须要开着眼睛来祷告 有些人一开眼睛来祷告呢 他就很容易受干扰 看到这个看看手机 有电话来了 又看一看 有电视 又又看一看 这猫走过也拍两下 那那宠物走两个 走了狗狗也走过 也跟他玩一下 有些人祷告就没办法 他们一开眼就受到这个 这个的影响 所以开眼祷告 闭言祷告 都不是最重要是看你 这个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主要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心带到神的面前 这点我不太多讲 好 然后再看 在圣灵里面 我们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 各位 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各位 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的对立面是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的对立面 是在悟性中祷告 所以呢 有时候在圣灵祷告 有时候悟性的祷告 就变成有一个的结论什么呢 啊 祷告有两种 一种是叫做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就是放眼祷告 另外一种叫做悟性祷告 各位 你从这个解禁里面解不到 你解不到这个结论的 不是这个意思 在圣灵里的祷告的对立面是什么 是在肉体里面祷告 Pray in the flesh 这个是他的对立面 不是悟性 不是放眼 不是 是他的这个 在肉体里面祷告 那么危险的地方叫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求神去满足 我们肉体出来的望求 这时候根本你知道是来自肉体的 好像有一个小孩子 有一个小孩子 那么他有一天祷告的时候 他父母就听见他 祷告的时候 他一直说 主啊主啊 这个北京啊 北京啊 北京一直看着北京北京北京 奇怪什么你口中念念有词的北京啊 这样子啊 那么他的妈妈问他说 你为什么刚才祷告的时候 只是听见你北京北京北京什么北京啊 那个小孩子说 没有了今天考试 这个的考这个地理 这个考这个地理 国家地理 就有一个问题是说 日本首都 是什么 我写了北京啊 这样子 应该是东京嘛 这样子的吧 他写了这个 他写了就错了 怎么会 明明是东京 我怎么是北京的呢 这样子啊 他心里面就非常痛苦 所以呢 他就求上帝说 主啊 求你让这个 日本的首都呢 从东京变成北京 那么我就没有错了 这样子 这是当然是非常幼稚的 幼稚的那个祷告 是吗 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这是说 其实我们的祷告要小心 若是说 你真的有圣灵带领的话 你会知道说 你的祷告呢 是不是合服神的那个的旨意啊 譬如说 有时候呢 祷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 其实已经有足够了 还是求神给多一点 给多一点 给多一点 正言说 正言书里面 第三十章里面说什么呢 主啊 求你使我不 不贫穷 也不富足 他说 求你让我不贫穷 也不富足 为什么呢 他说 主啊 因为我是 我富足了 我饱了 我吃饱了 我就会说 耶和华是谁啊 耶和华是谁啊 就叫骄傲了 太有钱了 若是我太穷的时候呢 我去偷 也涉得了你的名 所以呢 主啊 求你让我能够有这个知足的心 不要贫穷 也不要富贵 刚刚好 有一个作者 现在有句话 我很简单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的 很好用 他说什么呢 刚刚好 就是最美好 不多也不少 不早也不晚 你知道人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点 刚刚好 就是最美好 不早也不晚 不多也不少 这个是对你最好的 有时候我们要得更多更多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到药店去买 哎呀 看见那么多的 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 养生 维生素嘛 对不对 维生素 A B C D E F G 一直到Z 这样子 26个 你敢不敢 都买这26种的药 来维生素来吃 每天吃26种 我看你 你吃一个月 你就去见上帝了 是吧 太多不好 哎呀 都是维他命啊 都是维生素啊 都是好 太多也不好 太多也不够 太少也不够 求主帮助我们 那么在圣灵里的祷告 在祷告的里面 我们经历神的作为 一生受用 好像没有讲完 都没关系 我今天就停在这里 好 我把今天我们所听的 大家主的面前 天父我就是把今天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通过祷告 与你连结 通过祷告 来与你建立关系 通过祷告 把属灵能力 引到我们生命的当中 主啊成为 扎实的门徒与儿女 我们献上感谢 求祂赐福给我们众人 在你面前 继续的 在这个的 我们的研习会里面 得到更大 在等一下我们的 各堂的 分组的当中 专题的里面 对你有更多的认识 与经历 感谢主 我们现在祷告 封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